肺癌经过治疗以后 生存超过五年了 第一个告诉你 年龄大的几率是治好了 是治好了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生活享受人生了 但是呢 还是要特别重视 就是虽然可能你这个肺癌治好了 但是因为你得过肺癌 因为有癌症死 癌症的病死 说明了 你可能某些方面 存在一些缺陷 所以还是要重视体检和筛产 重视保养 重视养生 重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每年做的体检和各种癌症的筛产 因为得过肿瘤就是肿瘤病死 有肿瘤病死的人 可能这个肿瘤一种肿瘤治好了 可能他还会生另外的肿瘤 所以这个是需要高度重视 高度警惕 高度小心的 五年生存力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指标 是一个金标准 但是并不意味着过了五年就完全没事了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 在战略上要藐视它 所以我们不用怕它 但是在战术上要重视它 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体检 重视肿瘤筛产 然后重视对自己的防护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